我們認識高雄有幾個關鍵事連在他身上 資測會 資測會 新興納體 新興納體 大家大家 還有陪陶肥 陪陶肥 是不是一資測會 給資測會的公价去新興納體投資 對對對 是不是又繼續領薪水 對對對 領薪水投資嘛 我們在想幫他算他上班幾天 幾天都在投資 為什麼可以領那些錢 所以他對錢是在乎的 好 他對錢在乎 平常是以前不去做立委進行 不管是峰海一堆 他的薪水太多 是 他薪水太多 現在他去做立委之後 立委的薪水 個人的薪水就19萬 叫縣市長 我們的管制長 什麼蔣萬安 這些代表都19萬 他去做 可是辦公室的助力 工作人員有另外一筆錢 工作人員的薪水40幾萬 加班費加起來 差不多5、60萬 好 這5、60萬 對高昂安來說 這5、60萬是我可以支配的 他心裡說這我可以支配 我給你3萬 你5萬 你8萬 你7萬 這個是我可以支配的 好 那我可以支配呢 我先去把立法院把錢都搬回來後 我來支配 我來支配 支配就支配 第二說 這個辦公室要開銷了 買賣費要錢 買餅乾的錢 買什麼要錢 營運值什麼都要錢 那錢要我入委貸了 立法院沒有補助雜資費嗎 好 這是不是又一條錢了 對呀 對呀 那一條錢又出來了 立委坐隔壁 坐隔壁也不用錢的 對對對 有很多有可能 日子賣的東西 他的錢那是他的錢 那是他的錢 好 好 啊所以我告訴你一個 買高鐵票 你像我們要手機都要手機去 對對對 照特地 高峰安是不可以用手機去 當然啊 他二公里嘛 他就是阿公阿嬤還要拿一條紙 人心心納體的 連我們阿嬤就要用手機扣了 他叫人去領一定有紙票 立法院走去隔壁買紙 台會半小時 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一樓開生命 他不用領 合理啊 領十塊嘛 合理啊 十塊算出 這十塊算出 本來就是公司出啊 公司就是 公司領利潤一定會出 不會出嘛 現在高峰安出 高峰安是說為什麼要出 十塊啊 好 現在大家去買東西 買一大堆臨時買東西 一個高台兩塊嘛 你像我欠的我手機拿一大堆 我兩塊就不可以開嘛 我們今天假設我們要買便當 這個便當一百八十塊 我們在關時間 兩百塊給我們的走力 當時兩百塊就跑了 對 兩百塊有二十塊 十塊要不要 要不要 他就把你投二十塊嘛 就是這樣 好 這樣後來 大家當時感情就壞了 金錢就壞了 二十塊 你投一個 三百塊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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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是這樣之後 去犯了貪污之罪條例 他就是因為李環宇才的錢 可是他這樣做 他最近柯文做出來說 他說 跟李環宇大家都這樣 李環宇的錢 就是錢大家去領 領兩人去本 先領回來再來本 柯文做的邏輯是這樣 可是不行了 這本來就不行了 這不是你的錢 對 就是說 我們 我們要加房費 公司也有加房費 加房費說我們一個人 一禮拜我們9萬40點錢 國家機關 9萬40點錢 我的老闆說 這樣 我跟你說 我們就先把主管說 我先把40點錢領 我不管你9萬幾點錢 你如果9萬30點錢 我也請40點錢 是不是多10點錢 是 10點錢的錢 人工看怎麼樣 還是你10點錢的錢 還給你 你走這個董 你走這個董事就出事了 這樣就出事了 當然出事了 好 因為你是 你就9萬30點錢 你請40點錢 就叫這個主管幫你 簽公你9萬40點錢 你們兩個都貪污了 大水庫啊 大水庫啊 我錢生了 他這位 加30點錢 後來我放他 加房到50點錢啊 50點錢 我70點錢 我後來各位保護他就好啊 你說的這都叫... 你總的這就是聯金啦 聯新啦 共一年趟的聖反嘛 可以對公司的費情 你不能這樣算 費情一回就一回 你1個1個什麼 你多貪1個錢 這就不對了 那高官的邏輯就是 他在法律的邊緣上面 他認為這些錢他可以支配 他才犯了這個錯誤 我立委19萬塊就領我的錢 其他左利這些錢 什麼這些錢 就這些左利叫立法醫保 起來我簽名 你自己不要去主導這些東西 不要主導他 你就說你們這些立委都說好 你們這些左利都說 你們這些左利也跟別人的左利都一樣 有時候探聽別人的左利 他說大家都一樣這樣就OK 你自己立委還要介入任務 要要一條錢 要要一條錢 你就出事了 高峰說他以前給李俊毅 給你們自己要選市長的李俊毅 他說李俊毅也這樣做 沒有 他這就是 有一點點說 因為他的主任是李俊毅的左利 以前是李俊毅做左利 他說李俊毅也有這種方式 可是他這個方式是怎樣我們不知道 李俊毅到底是什麼方式 我們搞不清楚 但是他一直咬著李俊毅 李俊毅也給他找去問 李俊毅不是沒事的 李俊毅也有給他找去問 問問他沒事 他這次去看他 他去把那些錢拿回來 其實這次法官沒什麼處理 就是公基金 沒有在處理什麼雙眼皮 沒有處理到那一塊 是處理說你為什麼去 就是說你這裡走利總共 其實只要領39萬 那你去領了42萬 多領了這3萬 他是計較這3萬 對9萬來說 你立法明明就給我這個辦公室42萬 那我當然去申請42萬 可是你實際上這些助理 實際上最後拿到39萬 就是這樣 這樣就出事了 因為那3萬不是你的 那3萬是左利的 這次打攤我們說 所當其衷 我們必須得承認 就是鄭文燦 燦哥 OK 然後再來呢 鳳安也中了嘛 還有我們好朋友 顏寬恒 顏寬恒 顏寬恒半年十幾個月 其實我們共產黨 他們都不缺一百幾萬了 那是怎麼會 我跟你說 顏寬恒你也嚇得很熟 別說你嚇得很熟 自己的朋友 對 他們家族的事情你也很了解 我問你 顏寬恒不知道他的手機 領到的身份 我相信他不知道 對 關鍵就在這裡 我相信不知道 關鍵就在這裡嘛 顏寬恒怎麼知道 他的手機領到的身份 因為這個我們 因為川哥在現場了 我們必須得把這個立委 分成兩種 一種叫中央政策型的 一種叫地方服務型的 對 那顏寬恒他就是地方服務型的 對 有什麼事情 十十地人來拜託他 對 中央所謂政策型的就是 你會看在那裡 跟人收集 質詢 提出法案 這個沒有對錯的問題 這是台灣特殊的政治 對 對 顏寬恒他們是這樣 他們 外界說他們可能有100個 幾十個助力 助力很多 有的有特色有的 有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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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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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的 立委的助力 過了 他上班的兵衛館 早上 早上就開始擺 就請一間某某立委 某某議員的衣服 然後就擺 然後就說 立委的助力 怎麼這麼認真 每天都來 因為他的工作就在那裡而已 所以你說顏寬人 顏寬人妹妹顏利民 飄隔 所以他們家族在他們的選區裡面 這走力是很密集的 今天請顏寬人顏利民的三 我看有100個有 你說這100個都沒有領薪 一定都有領薪 薪水很多 為領薪的 為了給你一個車馬補助 各位貼你一萬 貼你一萬五 有時候你幫我照顧 比如說你這個理長 理長這輛都你管 一國給你一萬 你幫我照顧 那這樣八星給你穿 好 你這一萬三開 當然就寬人家開 寬人家他要用什麼開 比如說他用公司開 還有很多公司 公司 協會開 立法年的左立開 議會 她妹妹議會 就是說他們的小 可能都南南交會 當期來說都南南交會 每個月如果總共要花五百萬 這裡有五百萬 再一次 這裡有五百萬 再出去 對他們的企業來說 這就OK了 不夠不夠 還要找錢 不夠還要省錢 大概是這樣 所以 顏寬人家的事情 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對他個人 他個人來講 他現在也可能是想說 你是在衣服 對 還在 這個 你會計是怎麼賠 賠到我有事 我說什麼 顏寬人家的錢 他可能都沒有蒙到 我相信他沒有蒙到 他可能也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我們必須得承認 其實顏家代在中部真的是家大業大 是 那 那一條那是 為了要吃 二手的麻煩 為了要去簽罵 花百幾萬 如果說貪廢的 他嚴格的 你看 千萬 沒看這個藍三的 你可能喝一個月 喝一禮拜就沒了 我們是不敢這樣說 不敢喝 吃喝也有 但是 這百多萬 對他們來說 加大業大 其實 我們講的叫泛逸 對 這個泛逸上面 可能我認為沒有 但是在司法上他就是很重要 應該是他們長期都這樣 可能對他飄格做議長做什麼 就這樣 他一定 他飄格怎麼說你不過一道 沒有 就說他做議長期間吃長 他說他過去 可能叫他們的會計 期間的錢就是這樣 他就覺得很自然 沒什麼特別 最近就是這個司法的事情 所以 因為原家的律師 原家的律師 叫會計師 一定要一直提醒原家 說他們現在這樣 有問題 不能再繼續 所以他們 內部一定要做改變 不然人家也對 而做改變 你可以 是 是